老明, 成叔的妝已經全部搞定了 不錯…不如我們再大膽一點 比一雙比較帥氣的白皮鞋穿 年輕很多 導演, 將我扮得這麼年輕 怕不怕到時人們說我妝亂? 就是要把你和現實的差距 拉得越大越好 謝謝導演… 你的索材挺好的 不錯… 這個也行 可以了 阿祖, 是不是很難看? 其實這件事只是廣告效果 對吧?你真實的年齡其實很年輕 好…真的化得我好老嗎? 我覺得還不夠老 化妝你看看, 頸部的肉還不夠凍 你看看, 弄凍一點 還有嘴紋那裡加兩條 我嘛, 眼袋可以再畫大一點 在額頭那裡加兩條抬頭紋 白髮也不夠白, 換些白色白膠 老迷, 如果露成這樣化完妝 直接拉去火葬場就行了 我又沒有去到這樣的程度, 是不是? 你要化到這樣的效果 去到片場拍才有那種慈慕之喜 不…我也不知道拍出來會不會嚇壞人 話說回來, 我現在真的不想拍 你現在說不拍, 光哥我甚麼都準備好了 阿光, 拍吧, 拍廣告, 老就老 一會兒就這麼多, 是不是? 你一說不拍, 光哥都硬了 吃谷腫了, 是不是? 是呀… 早, 早, 你搞定了 大哥… 早, 我只要化得我老成這樣 是嗎?我現在真的有點後悔 的確是… 大哥, 如果你真的不想拍的話 我就儘管跟他們談 真的可以不拍嗎? 不是…話說回來, 他們肯 那肯不肯, 也要談的, 是不是? 或者他們會給我面子 老米, 真不好意思 不如我賠錢吧 不…等一下… 老米, 我拍吧 那就好, 來… 來… 繼續拍吧… 來… 粟兒怎麼拍就怎麼拍 化成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就這樣吧 我不想你為難, 阿祖 開始 無景, 老年, 人生的落幕, 同妻前 不要以為我太老, 其實我還未夠五十歲 就是因為, 沒有喝到紅心男人口福刑 才提早壞老成這樣 現在出道街, 人家還以為 我是他老爸 有人說, 六十花甲一回頭 我說六十歲是男人美好的新開始 紅心男人口福刑 讓男人回復青春活力 你喝, 我喝, 你喝了沒有? 我也要喝 好, 非常好, 頂呀… 不要以為我很老, 其實我還未夠五十歲 就是因為, 沒有喝到紅心男人口福刑 才提早壞老成這樣 我還沒喝到紅心, 現在出道街 人家還以為, 我是他老爸 好 有人說六十花甲一回頭 我說六十歲是男人幸福的新開始 洪森男性保健口福營 讓男人找回青春的感覺 你喝, 我喝 我也要喝 我真的看不下去 你離譜了 阿拉, 你有沒有搞錯 要大哥拍這樣的廣告 你朋友叫道 關鍵大哥說沒所謂 大哥當然說沒所謂 他扮人耳朵軟, 不想托你手搶 那我把廣告說出去 你想想, 到處的人怎麼看大哥 你有沒有搞錯, 你要跟他八關 就此地不宜, 別讓我走 這些事不怪阿祖, 是我自己要拍的 老婆, 那你拍之前也不想清楚 這挺損形象的 是啊 我又不是什麼明星 拍完收錢就走人了 還有, 廣告這家事播了一段時間 過了之後, 誰知道 康奇哥是誰 大巴, 說話就不是這麼說了 他有得播就肯定有得看的 萬一被熟人看到, 怎麼辦 看到就看到, 誰都知道拍戲 就是了 但是, 這廣告拍得挺真實的 本人不知道的以為你本人真這麼老 嗯 我自己不覺得這麼老就是了 是吧 那, 換句話說 就算我真實 和拍電視一樣這麼老, 這樣又怎麼樣 把嘴巴放在別人那裡 別人喜歡怎麼說, 我沒辦法的 我自己不是這麼覺得, 是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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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你那裡已經超出了我的配送範圍 這麼遠我也沒所謂, 是吧 那…這樣… 你如果趕得急, 我馬上打一部的送過來 你等一會吧 學生仔, 這部車是我難先的 我怎麼不想 那我… 我要… 你是不是怕洪心口悔的, 爸爸 不好意思, 真的 我們年輕人應該先讓老人家 甚麼?你說我老人家? 我精力比你好 你看看你, 年輕小子, 動動就說打爹 我搬這麼重的東西, 走路也行 你錯得夠了 說我連腦子看東西 我說你的病, 我在年輕未老才會 不知道你會不會吃東西 電視像是假裝的 小心 你怎麼騎單車的? 你幹甚麼? 你不是電視上的那個爸爸嗎? 我們認得你 爸爸, 讓我們扶你過馬路 不用… 走… 走吧, 爸爸, 讓我們後退路 不用了, 小朋友, 走 起床… 這麼晚才送來 不是今時今日你們的態度 是不行的, 做事這麼硬 阿先生, 你看的 這麼大傷的東西 我想跑也跑不起了, 是吧 你…你不是口腹液的那個爸爸嗎? 不是… 洪森男性保健口腹液 讓男人找回青春的感覺 小時候不到現在的廣告明星 都要出來做快遞 你看錯了, 那個不是我 你看, 我哪有說話這麼老才行 還說不是, 你看, 你們看真點 你看, 那些聲音是一模一樣的 還有那些懶惰法, 十足十足 差不多了, 你放手了 有很多事要做的, 好不好 你… 你忘了嗎? 我今天下單的時候 還有東西要你收記的 好…快拿出來 不是呀, 你現在這麼大年紀 還去做快遞 那你逛街的時候 有甚麼事會有跌倒, 跌倒 那會不會找我什麼票? 我… 還有你公司找這麼大年紀來做快遞 不是呀, 都不是呀 我以後都是小幫我看錯過了 不是… 這幫人真是愛攪舌頭 明星的廣告是誇張的吧 還這麼笑話呢 就說, 像這樣的客人 咱不做也罷了 真是想不到這條廣告這麼多人看 你說, 如果將來客人都不讓我收件 那我藍光快將來就被我累死了 那你以後就少忙點快遞的事 你以後就安心照顧兒子 少想點這煩心事不就成了 走, 咱們借兒子去 來, 明天又出來了 走 我爸爸他拍了個廣告而已 其實他真的沒那麼老 但有些同學去過女兒家 說親眼見過你爸爸真的有老 不是呀, 你爸爸在電影上看 有七十多歲就這麼老 我問是不是真的你爸爸? 當然是我爸爸 你…你去照顧他吧, 我免得現身 我一定會來他的 行…我去找個地方站起來 你… 不是呀, 站在那裡也是不穩陣的 不是呀, 還是躲進去好一點 老闆, 你買些甚麼呀? 我…我隨便看看… 沒有喝到紅燒的 你不是原來廣告嗎? 原來你呀? Slamon 你真是很後悔拍到那條廣告 老公, 你反應別這麼大了 你看咱們全家人 為了你連電視都不敢開 生怕一開電視 那廣告跳出來你受刺激 你越是這麼放不開 別人越來越看你笑話 不用別人笑 我自己看完自己都笑 哪有這麼蠢蠢的 為了他一點點錢 就去醜化自己被人家笑 都怪那個程叔 自己想出風頭吧 哄著你一起拍廣告 這下好了 花點錢把自己名聲給毀了 想起來也不能怪別人 要怪就怪自己 別叫自己這麼蠢 醜化自己被人家笑 老公, 我覺得吧 你別整天把自己悶在房裡自責了 你幹點別的事讓自己分剩下注意力 上網 上網 咱們找個電影看來 走走走 你看 你喜歡看啥 你喜歡看 吃了他吃了他吃了他 走了 有沒有搞錯啊 連網絡都播我的廣告 是不是要把我趕進去殺絕了 真是 老公你往下看 這不是你那個廣告 這是一個恐怖片的開頭 問題是我拍的廣告 比我更恐怖片 你更恐怖片 你更恐怖片 借靈害虛寄定人 什麼意思 去找那個老米 找他算帳 讓他為你消除影響 要說的話 我已經替我大哥說了 老米 你這條廣告自從出門之後 客戶滿意 產品大賣 你又名揚天下 可憐我大哥痛苦萬分 咬不知我現在就認了一句話了 只要是陸榮廷看上 就無需拿來壞 其實不用這麼激動 老米,在公在私 你也要幫我大哥 你要盡快想一個辦法出來 令那條廣告停播 停播? 阿祖,你好意思說自己是行內人 你想想 一,我又不是產品公司的老闆 第二,我又不是電視台台長 怎麼停播? 你這麼說 我將來不用出來見人了 其實不用急 不,就算你們不找我 我也會找你們 因為上次廣告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那位商家 想跑一個故事型的系列廣告 這個廣告的創意我已經想到了 就是說阿剛 服用了這個男人的紅心口服役之後 俯復了青春少爺 接著來一句 紅心口服役替每個男人的青春土債 好啊,青春土債,這句廣告真棒 大哥,如果你拍了這條廣告 你好,你年輕很多 是年輕很多倍 光哥,到時我們找最好的化妝師幫你化妝 到時我只會一發人中,一上鏡 我保證,起碼年輕十歲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 但是呢,不要高興這麼快 如果你卸完妝外出 被人看見你腦袋隆中的真容 那就是說我們廣告有水分 去搞宣傳 那拍親廣告也是這樣的 你千萬不要這麼說 我們在合同條款上寫明 要求光哥你 無論是真實生活中還是相機 都一定要以更年輕的面孔的事人 如果你做不到 被人看見你這麼老的樣子 那不好意思,光哥 你要賠錢給雙家 那到底怎麼樣? 我不是千元空,不懂七十二變 沒理由在生活中 想變回年輕就變回年輕 不用這麼擔心 我們教你化妝嘛 你化妝妝就出門了就行了 光哥,你化妝前要先做臉部清潔 要噴臉,用蒸氣機噴 然後再上臉膜 之後才開始化妝 之前做這麼多事還沒開始化妝? 是呀,你要耐心一點聽我說 你先用潤膚水和臉霜潤髒你的皮膚 脫皺霜霜每次都要用,必不可少 接著是隔離箱 接著是隔離箱… 別客氣了 別客氣了,老米… 你一嘴唇怎麼能記得這麼多? 你給我一本保護就記得,好嗎? 也好… 你快了嗎? 你有沒有保護? 大哥,來,來… 你這麼留意 老米,你從頭說過 眼妝、鼻妝、唇妝 全部搞定之後 再上一場定粉妝 好,定粉妝 是呀,定粉妝你隨身帶著 行… 老米,你看看,寄得滿了 你一個化妝步驟那裡寄一頁紙 你看看,幾十頁紙都寄了 那怎麼辦? 那臉就像木耐衣一樣 大哥… 他們說的已經簡化了 還有卸妝後、妝後護膚等等 有很多事要搞的 這樣我一天對著鏡子做人就行了 哪有時間做些事? 那光哥,你不送快递就不用化妝了 不是吧?我送一次快递化一次妝 換黑板也換不切了 你還有,這麼大堆東西 計算賣賣要多少錢?你說 這裡? 至少三五千元 三五千元? 那我一個月就只替化妝品打工 那光哥,你想不想拍這個廣告? 你又想玩回形象 但你做不到這些廣告拍不成 行了,一句話都說了 我不想做木耐衣 你說… 大哥… 光哥… 關叔,大家好… 靖哥,你真是恨死隔離 是廣告女頭,你整個花樣中男 只是廣告女頭嗎?那生活當中呢? 新人更年輕,更英俊 有空請你喝茶 話說回來,過兩招吧 怎麼保養的? 那我當然是有獨家的保養秘方 聽聽聽… 話說回來,面子是人家給的 是假的,是嗎?現在這個社會 就說人生的價值 女人懂得扮演 男人也注意自己的形象,是嗎? 是… 要不然你又老又醜 走出去也沒人看起你,是嗎? 對… 看你學兩招,向成叔看齊 一如就這樣,好嗎?好 先走了…再見… 所以說成叔說得真正對 男人不是說自己怎樣舒服就怎樣出現 還要顧客人家感受,對嗎? 對… 所以說男人不保養真的很容易老 可惜,我明白得太遲了 大哥,說得遲 你底子好嘛, 你本身是天真麗質 只不過你這份人是低調 不拿出來曬的嘛 對呀, 老公, 只要你一保養 承受那個阿神殺手的位置 那肯定就是你的了 是呀, 總阿堯 你們說如果不用化妝 不用吃那些高價保健品 還有甚麼辦法可以保養呢 運動吧, 常常運動而已 不過話說, 大哥, 你又怕阿童 不怕…現在我甚麼都不怕了 從今天開始, 我每天堅持運動 保持年輕人的活力和狀態 還有, 你叫盧米拍過另一段影片 讓我挽回形象嘛 還有, 我保證那個商家 那個廣告效應不會打折扣的 是呀, 大哥, 你有這個信心就行了 是呀 其實除了運動, 適當的保養 也是應該的 是呀 這樣吧, 阿飛就幫我買一套保健品 還有護膚品 我贊助給你 是呀 那就多謝了 這麼大風 大哥, 不怕跟你說吧 之前我和阿魯米都說過你 類似這樣的意思 他說, 如果能夠自然美就最好 只要你減肥十斤, 皮膚漫漫緊 立刻為你開拍第二條廣告 哇 那不就就這樣說了 我掙了盡點時間 最多的時間 我掙補了 我姬 我在留下公司 你我是知道 我只是想想要泡泡 我г được 我就ない whether 哦 被我的同学買了 被他們知道 我爸還好說他們的爸爸 哈哈哈 那是肯定的 你三叔送你爸那套護膚品 都快查完了 你爸現在是定時定點的查 哪有什麼字字呢? 好啊 阿光, 你的兒子不是擦你的皮鞋 現在這樣就好, 還一個漂亮的樣子 給媽媽了 是呀…現在可以炸媽嬌 甚至可以捐回媽媽的肚子 話說回來, 大伯 你這件事這麼健碩 送快遞的時候 有沒有女生問你拿電話? 是 把你老公碰好 好害怕… 說完這九個字 阿祖, 你跟老米說得 我拍第二條片了嗎? 大哥, 我剛才把你的照片 發給廠家了 廠家看完之後非常滿意 說一定要拍第二條廣告 你怎麼脫胎換骨鬚? 我相信他的產品 賣得已經斷了 不是呀, 但我發現有一個問題 大哥可以保持得這麼好 原廠運動的效果 但現在你說他吃口服也變成這樣 會不會被人查出來做虛假廣告? 這件事就說知他了 老米? 不是吧?這麼快就接我大哥去拍 另一條廣告嗎? 沒問題, 我帶大哥去準備 你先坐下, 來… 不用了… 不用拍了 怎麼了? 現在第一條廣告片 都被審討門封了 甚麼? 又說我們跨大人的產品功效 又說我們虛假宣傳 現在連紅心口服也被整頓了 那就是我玩回形象的第二條廣告 就不能拍攝了 不是呀, 傻瓜哥 你拍第二條廣告 是因為你拍了第一條廣告 損壞了你的形象 現在第一條廣告就停播了 用不著拍第二條廣告嗎? 是 是嗎? 是嗎? 爸爸, 我要進去運動 你去嗎? 當然去吧, 來, 幫我來 好 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